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时 户指跌约6.6% 户深300指数跌约7% 深城指下挫超过8% 户深经三市个股近5000指下跌 内门引述券商分析指 近期市场涨幅巨大 获利盘也相当丰厚 但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市场 已经出现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行情 更出现了套牢盘 内地的上市公司也出现批量减持现象 面对残股的现实 不少年轻股民表示 昨天刚开始炒股 今天就下跌 没那个发财的命 也有网友直言说 新股民可以销户了 那么展望后市 分析师总体判断 从政策触发 估值水平 情绪改善及外部环境影响等方面 看A股市场的下行趋势已经得到反转 那底部是明确的 新一轮资产价格上涨周期正式到来 二是短期情绪在提振 快牛上升 三是长期震荡上行 慢牛的态势 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 微信办网站公布 10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 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由财政部长蓝佛安讲解 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 另外财政部表示 与人民银行的联合工作组 已经召开首次会议 讨论债券市场运行等情况 中国财政部官网公告 已经和人民银行建立联合工作组 并于近日召开首次正式会议 会议充分肯定了前期 双方在央行国债买卖方面的紧密合作 确立了工作组运行机制 并就债券市场运行情况等议题 互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 央行国债买卖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 加强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 财政部表示 下一步要继续加强政策协同 在规范中维护债券市场平稳发展 为央行国债买卖操作 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 就在同一天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公布 将于10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 举行新闻发布会 由财政部长兰佛安讲解 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 此外 四川省政府周二晚间发布的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新闻稿中提及 对国家即将出台的更大规模 超长期特别国债 提前下达明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等政策 要强化项目包装储备 坐深坐实前期工作 努力争取更多份额 更大支持 有市场分析预计 这意味着本轮财政政策 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不会小 并将主要以新增特别国债为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 9日发表声明 宣布 从当天起完全切断 与韩国连接的铁路与公路 并进行防御设施 要塞化加工程 另外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 7日至8日举行 会议修改了朝鲜宪法的部分内容 决定并任命鲁光铁为新方向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 9日发表声明称 由于与朝鲜方南部国境交界的 韩国地区无时无刻地 同时多发性地进行侵略战争演习 其力度已完全升级 针对朝鲜南部国境一带的 严重事态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宣布 将采取实质性军事措施 彻底分离朝鲜的主权形势领域 与韩国的领土 朝方将从9号起 完全阶段与韩国连接的 朝方地区公路和铁路 进行防御设施要塞化加固工程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称 这是遏制战争 维护国家安全的自卫措施 又指建于在南部国境 敏感一带进行要塞化加固工程 朝鲜军方为避免误解 防止擦枪走火 已于9号电话通知美军方 此外 朝鲜第14届最高人民会议 第11次会议 在7号至8号举行 朝鲜当局一致决定 修改和补充社会主义宪法的部分内容 但并未提及 是否会按照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一月的命令 在宪法中划清 包括海上边界在内的领土边界 以及删除与统一相关的条款等细节 金正恩本人也并未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还任命光铁接替强春男 担任朝鲜新任国防响 另一方面 朝鲜国防科学院 8号进行了第二经济委员会 所属多家军工企业生产的 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验收试射 目的在于验证自动射击系统的可靠性 同时再次确认可控火箭炮弹 对67公里最大射程目标的命中精确度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针对朝鲜宣布完全切断连接 朝韩的所有公路和铁路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 9日下午回应称 韩军绝不会做事 朝鲜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径 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将完全由朝方承担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朝鲜政权不顾国内民众的痛苦 不断通过发展核武器和导弹 威胁朝鲜半岛和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 并一直图谋在韩朝非军事区 瓦解停战机制 韩国军方指出 朝鲜此次宣称切断和封锁 韩朝交通线暴露了其不安情绪 将为自身招致更加严酷的孤立 韩军方强调 朝鲜若发起挑衅 韩军将以韩美联防态势为基础 对挑衅原点和指挥势力予以严惩 连接韩国和朝鲜的公路和铁路 主要是有京义县和东海县两部分 朝鲜领导人近春去年年底 将韩朝关系定性为敌对国家之后 那么切断这两条重要交通干线的迹象 就已经平线 今年1月份朝鲜在京义县和东海县公路上 埋设地雷 4月份拆除路灯 6月和7月分别拆除东海县和京义县铁路 朝鲜还从今年4月起动员大量兵力 在非军事区北部地方 设置一位反坦克路障的隔离墙 并且埋设地雷 开辟荒地 就是建立缓冲区 那么现在朝鲜军方宣布永久切断 和封锁南部边境 到底传达什么信号 又有什么意义 还有会有哪些后果呢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首先 这是去年年底 金正恩宣布 朝韩不再是同一民族 而是两个敌对国家和交战国关系之后 朝鲜军方正式地宣布 北南双方永远要封锁边境 也就是宣布进入了战争准备的状态 那么从过去几个月 朝方进行的制造路障 埋设地雷 还有开辟缓冲区这些行动来看 这一声明就预示着 朝韩分界线附近的紧张局势 将进一步的升级 或者进入这种战时状态 第二 这两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 与地缘政治变化也是息息相关的 在2022年2月24号 俄罗斯全面攻击乌克兰之后 这个韩国领导人尹齐悦 当选为总统 那么之后呢 这个朝韩领导人彼此之间呢 这个相互的威胁 还有越来越由这个相互不信任 而转入敌对 那么朝鲜呢 就频繁地发射导弹 甚至所谓试射战术核武器 韩国呢 就罕见地要举行演习 模拟朝鲜 突袭首尔 并且警告北方 如果敢于开战的话 那么 可能先发指人 灭掉平安政权 美国和俄罗斯 也空前紧密地分别加强 和韩国和朝鲜的支持 那么朝鲜半岛 俨然又成为 二战之后冷战的前沿了 而且随时 可能转为热战 特别是很容易擦墙走火 那么第三 虽然朝鲜做好开战准备 但目的还是追求 威慑和平衡 所以呢 这次宣布封锁边境呢 还是要通知一下美国 避免擦墙走火 那么就在朝军总参谋部 宣布永久封锁边境之前 金正恩在国防综合大学 有一次讲话 他就指出朝方 绝不容许 这个半岛的力量平衡 遭到破坏 说半岛的战略力量 一旦失衡 就意味着爆发战争 也就是说 金正恩很在乎的 就是双方军力的平衡 第四 就是自从金正恩宣布 南北方不再是一个民族 而是敌对的两国 并称有修改宪法的必要之后呢 据说朝方呢 已经提议 要在宪法中删除 独立和平统一 和民族大团结等原则 那么外界就普遍预期 将按照这个领袖的指示呢 进行修宪 可是呢 本周召开的 为期两天的最高人民会议 第十一次会议呢 并没有提到 类似的法律的变革 也没有对边境 进行任何的明确的说明 比如说明确划定 领海领空 那么对此呢 韩国方面有政治专家就说呢 这个朝鲜可能会等待 下规的美国大选结果 根据美国新政府 看谁上台 政策方向是什么 考虑调整宪法的程度 那么我们主要就是要看 特朗普能不能上来 而这次会议上任命 鲁光铁为国防项 也让人想起来 在2018年到2019年 金正恩和特朗普 在新加坡和越南 两次峰会期间呢 鲁光铁是朝方的成员之一 而在与金正恩 新加坡会面的时候 特朗普当时也本想 和随同金正恩参加会晤的 鲁光铁握手 但当时鲁光铁没有伸出手 而是向特朗普 敬了一个军礼 特朗普没有准备 留意了一下呢 他也回敬了一个军礼 然后两人再握手 特朗普就回定这个军礼 这在美国就引起争论了 因为美国和朝鲜 在民意上还处于战争状态 那么你居然 向你的敌对方面的敬礼 这就引起了对特朗普的批评 那么这次 新的防长 也就是说和鲁光铁 也是有一面之交的 或有过交往的 这个鲁光铁 上来呢 是不是和朝鲜方面 像特朗普那边 也发送一些信号有关呢 这个我们还要好好看 反正挺有意思 再看看日本 日本首相石破茂 9号正式在内阁会议上 决定解散众议院 当天下午 众议院正式的解散 日本将在27号 进行新一届的 众议院选举的投票 石破茂内阁 周三通过临时内阁决议 决定解散众议院 当天下午 在众议院的群体会议上 议长宣夺解散诏书 众议院解散 立宪民主党 维新会 共产党 国民民主党 向国会提交了 内阁不信任决议案 不过由于众议院 已宣布解散 内阁不信任决议案 并没有进行表决 周三傍晚再次召开的 临时内阁会议决定 本月15日发布选举公告 27日投票 举行众议院大选 自民党政治黑金丑闻发生后 如何进行政治改革 推进怎样的经济政策 将是众议院大选的焦点 而这也是日本时隔近三年 举行众议院选举 各党派将争夺小选区289 比例选区176 共计465个一席 目前自民党拥有258个一席 在众议院单独超过半数席位 石破冒新内阁成立之后 只有8天就解散了众议院 进行大选 这是二战以来最短记录 而接下来的大选当中 自民党能否获得过半数 在业党能够赢得多少席位 是决定今后日本政局走向的关键 富豪威士林苗蒋文斌 日本国会报道 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 和相关峰会 9号上午在老挝首都万象 国家会议中心正式开幕 老挝国家主席通轮发表主旨演讲 9日上午在老挝首都万象的 老挝国家会议中心 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 及相关峰会正式开幕 来自东盟成员国对话伙伴 及与外国家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及地区组织的 2000多名代表参加 老挝总理宋赛在国家会议中心 迎后陆续抵达的东盟各国领袖 老挝国家主席通轮发表主旨演讲 说不久的将来 随着东帝问成为正式成员 东盟将涵盖所有东南亚国家 再次体现东盟多样性和巨大潜力 为东盟及其对外关系 创造新机遇 通轮也说 地区和国际环境正在发生 迅速复杂的变化 面临着新的挑战 开幕式后 先后举行第44届和第45届东盟峰会 在接下来三天会议中 各国领导人将在20余场会议上 批准80多份文件 涉及应对气候变化 发展可持续农业 促进供应链合作 打击网络犯罪 发展人工智能等领域 凤凰卫视高棉 老挝万象报道 东盟峰会 今年是主席国老挝的首都 万象举行 那么这次的峰会 会否风平浪静呢 当然不会 我们应该问问会否风高浪静 为什么我现在想用风平浪静呢 那可能应该想是 针对过去的几次而言 这次老挝 他和周边的国家 包括和中国 关系都不错 那么有些比较尖锐的问题 可能会在东道主的安排下 是否能够平息一些 他肯定不会风平浪静 只要不风高浪静就行了 但是有可能风高浪静 比如说这次参加会议的呢 主要是从这个主题上看呢 有这个缅甸 这是三年之后第一次派代表 还有呢 就是菲律宾过去这一年呢 和中国在南海上不断地在搞事 那么这次呢 会不会在这个会上 把这个会上 这个议题呢 又把它作为一个主要议题 那么我想呢 这个老挝方面是会控制一下 但是呢 这个话题可能避免不了 还有呢 就是这次啊 是这个美俄 这个外长啊 都出席 布林肯和拉夫罗夫 那么这是战争以来呢 很难得的这样的 美俄的外交手脑啊 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出现 中国呢 我们是李强总理去 那么中俄美 这个三国 在这个平台上见面 怎样 这个面对 或者是不是有一些 互动 这都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还有呢 这次这个东盟峰会呢 有一个标志 应该是东盟领导人当中的 出现了这个新一代的领导人 像这个新加坡的新的总理 像泰国的新的总理 像 这个柬埔寨呢 也是一个新的总理 虽然可能是他老爸 还是当权 但他也做的 也是这个正式的上位了 那么在十加三 十加一 这些这个外交互动方面呢 日本就是新首相 所以说新人挺多 特别是东盟呢 现在成为这个全球啊 不管是政治啊 还是军 还是个经济啊 也包括 这军事安全方面 都是这个 很多话题的一个重点 焦点所在 因为它是一个新兴的 这个发展中的 而且呢 是发展势头很好的 越来越有话语权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说呢 这就越来越使得 东盟 不管是什么时候开会 怎样开会 在哪开会 都会成为世界各国 竞相前往争取 和发挥影响力的地方 现在请看 凤凰文史记者报道的 其他重要别的新闻 稍后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总编辑时间 我是李宁斯 美国《纽约时报》和西恩纳学院8号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在全国范围领先共和党的特朗普 这是这个民调机构 自美国总统拜登退选以来所公布的民调中 哈里斯首次在全国范围领先特朗普 美联社8号公布的另外一项民调显示 哈里斯在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纽约时报和西恩纳学院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相较于9月中 两位候选人以47%持平的结果 这次哈里斯支持率上升 且拉开微弱优势 以49%对46%略胜特朗普 共和党资深民调专家伦斯表示 哈里斯专注小企业问题 把自己描述为资本主义者 而他的一般性陈述 让他听起来像个温和的共和党人 伦斯还表示 特朗普团队应当考虑停止收效甚微的人身攻击 转而针对特定问题及主张进攻 因为哈里斯已经开始后来者居上了 而美联社和美国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联合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 在黑人选民中 哈里斯的支持率明显高于特朗普 平均每10个黑人选民中 有7人对哈里斯持积极看法 相较之下 特朗普在黑人选民中的支持率就极低 平均每10个黑人选民中 有8个人对特朗普持负面看法 有7成受访黑人选民形容特朗普 为了胜选 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黄尘道邮报资深记者 在新书中披露 特朗普离任之后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维持个人联络 这个消息随机引发多方的反应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9号予以否认 水门丑闻披露者之一的鲍博伍德沃德 在他的新书《战争》中 透露了特朗普任期结束后 与普京进行了至少7次闭门电话会谈 书中描述了20年早期 发生在特朗普海湖庄园的一幕 一位没有透露身份的特朗普政治助理 被特朗普一同普京通电话的原因 请离了办公室 该助理还表示 除了此次通话 特朗普还以前总统的身份 与普京进行了至少6次谈话 该书还透露 特朗普曾在疫情初期 秘密向普京赠送当时相对稀缺的 病毒检测套装 作者称 普京当时告知特朗普 不要向公众透露这一举措 以免对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的 政治形象造成影响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8号早上对书中的内容 予以猛烈抨击 特朗普团队发言人齿定文章 称伍德沃德编造了虚假的故事 同时攻击伍德沃德痴呆和精神错乱 称他患有反特朗普精神错乱综合症 哈里斯则在8号 与霍华德·斯特恩的广播节目中 抨击特朗普向普京赠送检测套装的行为 哈里斯称 特朗普在所有人都哄抢检测套装的时候 选择将检测套装送给一个独裁者 特朗普曾在海湖庄园 以前总统的身份接待了包括匈牙利总理奥尔班 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内的 多位国家领导人 而他与普京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非公开的私人联系则极不寻常 与此相对的是 现任总统拜登 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 已有超过一年半时间位于普京联络 凤凰卫视 王志祥 华盛顿报道 这位伍德沃德在美国是很有名的记者 就是记录了这个水门事件的那位记者 他今年已经81岁了 那么他这个新书出来以后影响很大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的团队 马上就说这是胡说八道 而且说这个伍德沃德 他精神已经有问题了 还有这个万斯 他在接受电视台访的时候 甚至这样说 难道伍德沃德还活着吗 这个就有点侮辱人的 可见他们对这个伍德沃德出这个书 他多么恼火 所以这本书里面 他不只讲这个特朗普和普京的关系 他也讲其他的 像这个内塔尼亚胡 像拜登他们的关系 他也里面也讲得过 但是呢 现在有一个这个大选当中 最后竞争我们看到一个这个现象 就是这个民主党方面呢 不断地在挖这个特朗普和普京的关系 而且想造成这样的印象 投特朗普就是投普京 那么这就要检验 在美国人民当中 到底有多少普京的粉丝 那可能这个在一般的来看呢 就是大多数人呢 可能都是这个不赞成普京 发动战争的 所以说呢 把这个特朗普和普京的关系联系起来 然后搞成这样一个逻辑联系 选特朗普就选普京 那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选民的倾向呢 民主党看着他是想搏这一架 当然了在美国民主党中 喜欢普京的也是不少的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 这个还是这个反对普京 所谓独裁者的人多一些 所以就打这张牌 那么这个民意记者出这个书 会不会影响这个大选行情呢 恐怕这里边 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目的 最后 前天零软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